他要你計算 負一的一次方 加負一平方 加負一三次方 到負一的一百次方 等於多少 我們知道負一的偶次 偶數次方都是正的 所以就是負一 加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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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所以兩下一組的話 兩兩消掉了 這次負一是正一 三次方的跟四次方的消掉了 所以全部通通消掉了 九次方的跟一百次方的消掉 這是負一 這是正一 消掉 全部消掉了 所以等於零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一